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明日大禹 我想用一個千都的概念去講這個議題 千都即是一個朝政的時候,即是一個朝代 他有機會將他的首都搬來他現在的地方 每一個朝代他的首都未必是一樣,秦朝就是在咸陽 西漢就是在長安,東漢就是去到洛陽,不同地方 明朝曾經試過永樂又在南京遷到北京 因為那時候是有一個戰略上的需要 其實是很花費功夫和力量的 但是我覺得他做的決定是對的 對之後的幾百年,無論是明朝、清朝 定止在北京是對的 雖然氣候沒有南京那麼好 但是在戰略上的地位是對的 其實千都的決定是一句就頂萬句 因為有很多人一定是不想去做搬屋 或者這麼大陣仗的事 那除了千都之外 過去幾十年也都試過做一些新的發展 是取代舊的城市的地方 即是那個地域 譬如上海他就創造了浦東 廣州就創造了天河 那這些是取代了原本的經濟區 現在的浦東他們的租金 或者是那些人想去落戶 是比我三十年前在上海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的想法不同 因為上海人普通的概念就是 就是浦西一張床就好過浦東一間房 但是現在你看到以前八百半也好 就是浦東的八百半根本沒有人走 那些人是穿著睡衣去逛街 但是今時今日就變成了名店 反過來在淮海西路 那些舊的經濟區就沒有浦東那麼發達 那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的體會 證明有時是如果你的格局夠大 是要做一些新的商業區 那我覺得明日大嶼不應該 那個格局是想著是 只是安置那一百萬的人口 其實就是給一個新的機會 去做一個新的CBD 取代現在的中環 或者是輔助現在的中環 就是等同現在北京經常說 找空州做副都去舒緩整個北京的人口的壓力 那其實要有這樣的概念 才可以做到一個大的格局 就是可能是 就算不是做最頂級的CBD 都要做一個副級的CBD 就是好像以北京那樣 北京的三環之內就是一個商業中心 跟著通州就是另一個商業中心 那我覺得要有這樣的格局才可以 那雖然我拍片是講明日大嶼 也都講黃昇那個 私營工營合作去開發明日大嶼 我是贊成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的討論 就不要只是慢話 就是大家是要用一些 比較高一點的格局去看 以及抽離一點去看 就是不要經常想著自己 今時今日現在那盤數 你想想可能是50年後 100年後那盤數 因為說的是這麼大公頃的數目 幾十倍明日日出康城的項目的時候 講的是過百年的計劃 怎麼會找不回那一萬億呢 找不回那就是自己騙自己 就是自己的格局太小了 那我覺得如果是 怎麼說呢 因為說真的那個計劃 我一定享受不了 而由現在做地去到規劃開始 最快那個建築 起碼都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後 整個發展成熟 起碼可能要三四十年之後 我都未必有機會見到 但是如果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 我是絕對贊成有這個計劃 還有那個公私營那個方法去發展 也是一個值得去推行的計劃 今天想講的明日大月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